大谷翔落脚处确定后未来表现值得关注 美联社分享日本头发双刀留好手 大谷翔平今天正式加盟美国职棒洛杉矶天使队 大谷未来在大联盟的表现也备受关注 ESPN以预测系统分析认为大谷的头打都在平均之上 大谷争夺战落幕 但真正的战役才刚要开始 大谷未来的一举一动都将是球迷关注的焦点 ESPN专栏作家辛波斯基Dance Zimbursky 透过他设计的棒球统计预测系统ZIPS 算出大谷在明年球季的成绩 根据辛波斯基的预测 大谷在打击方面 整绩可以缴出打击率2×66 上位帅3×28 长打率4×66的成绩 在305个打数中可以轰出12发全雷打 在投手方面约为防御率3 55 每9局三阵率为10 4 此外在打击方面 大谷的相对攻击指数OPS为112 比联盟平均的100优秀 在投球方面 大谷在衡量投手与联盟平均相比的ERA则是119 也就是说不论投打 预测大谷明年球季的表现 都优于联盟平均 在大联盟现有球员方面 哥伦比亚广播公司体育网CBS Sports 专栏作家爱西沙Mike Exisa认为大谷的打击表面约略会与修士顿太空人队2号 首盖蒂斯 Evan Gattis 差不多盖蒂斯明年球季有可能会被一位指定打击 而在投手方面 爱西沙认为大谷的成绩看板约是纽约大都会对投手迪格龙 Jacob Grum 而这也证明大谷是名相当具有价值的球员 爱西沙认为大谷想投也想打 而且他也能投也能打 就算无法长期维持又投又打的表现 但仍然值得尝试让大谷又投又打才能发挥最大的价值